你這也沒辦法打電話 你打電話 你打電話 我沒辦法 你這也打電話 你這也打電話 屋主在大街標罵 想阻止拆遷 卻被工程人員打臉 這是違賤耶 不理會抗議工人把玻璃門敲碎 還給居民一個順暢通道 本來能讓民眾遮風避雨的棋樓 卻被鐵捲門跟玻璃門圍住 無法通行 明顯違建 建設處仍然表示 店家是累販 這個是第一次 這個是第二次 我們猜這個棋樓 棋樓封閉 他本來這個棋樓要通的 公共走道 拆滿天的都是 為什麼公司針對我這違建 房東 吉董表示 到處都是違建 建設處是大小眼 三年內同家店拆兩次 還指控對接口為何就沒拆 專家烤牙店 紅綠燈正常運作 只是燈桿咧 怎麼不見了 不仔細看 還沒發覺 紅綠燈桿被包在烤牙店裡頭 只露出一個耗指燈 也太特別了吧 記者查訪當天 店家沒開門 無法做出回應 只是這個怎麼看 怎麼奇怪的畫面 建設處回應 還要再了解 我們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可能要一些相關的單位 來配合去做一些 包含他用地部分的釐清 影響公眾安全的部分 我們會優先來拆除 遭到質疑 同一條路兩個執法標準 花蓮建設處回應 會依安全還有檢舉等等考量 來決定拆除順序 只是把棋樓圍起來 不讓路人過 還敢指控別人也是違建 實在說不過去 這兩位林憲林歡迎報導